网红韩安然离婚事件再有反转 男方承认出轨 孩子有两人一起抚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韩安然这个名字 他的人生经历都能拍成一部大型都市爱情连续剧了 而且这些事情全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 23号中午的时候 小猪先生在微博里回应自己和韩安然离婚的事情 他说自己尝试过修复这段感情 但应该效果不大 最终还是选择离婚结束这段感情 网上有人猜测离婚的原因应该是男方出轨 才导致两人选择离婚收尾 后来小猪先生在微博评论区里 好像间接承认了是自己出轨的事实 网友在他微博下面留言离婚到底是不是因为他出轨 现在看韩安然上个月还和丈夫在马尔代夫度假求奈呢 但现在又突然宣布离婚 很多网友都觉着他们是在自己给自己制造流量 现在他俩的孩子才刚刚八个月啊 这么小的孩子以后不能没有父母的陪伴 孩子是无辜的 大嫂去 благ静 teaches 女子女的妹妹 多长 那就在彼女的男孩 最邀等 crushing 没什么 感情 最后